請給來賓製作 在此 作的評語 各位來賓 請把手機放音或調整監視模式 以免干擾比賽的進行 同時 在此 各位來賓請 當變手正在發言時 請給來賓用量控制自己的掌聲 以免影響變手發言 在此 也特別一起雙方表演 除充場期時環節以外 教練團員 並在取代自己的模式中 對廠商變手自己 任何有聲或無聲之提示 單位主體有權禁止或居住任何干擾比賽之行為 一定提成 除了強制權控制在這裏之人體的分 此外 基於公平原則 廠商變手禁止使用 及接待任何電池控制設備 以後廠商變主的接待任何電池控制設備 並且立即將該設備任何於廠商 教練團或是哪一位 謝謝各位來賓 大家好 首先 歡迎大家出席 由金英大學華五十六年半 第九屆 金貝達 郭中學華 一天的中三賽 馬上要進行的是本賽會 第三場的小組是一代 我是對場比賽的大會主席 依林 坐在我左手邊的分別市政 反方式一時也兼替單元 涅天福及正式 歡迎他們 接下來 先讓我們來認識一下 今天比賽的雙方列手 坐在我右手邊的市政 馬格戴 改隊 剛才名稱三山 行政 邀請 当年 黄树芬同学 自电 朱宇柔同学 也欢迎 当然 其乐比赛 双方法上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今天决定社会的人物 也就是文章比特大比评审 第一位 黄敏耀老师 她是工艺大学险建设师教练 第二位 陈佩文先生 她是金宝文大学险建设师教练教练 一大位 田炳天老师 她是马大教练之一 在这位比赛榜中 冲动成第一参与本资赛会 欢迎你们 好 相信大家对比赛的程序已经刚刚了解了 那我也话不多说 马上开始今天的这场比赛 比赛的题目是 正方 低天取经 更应注重结果 反方 低天取经 更应注重过程 我重复比赛的题目是 正方 低天取经 更应注重结果 反方 低天取经 更应注重过程 好 比赛马上开始 首先 您请正方愿意去调讲台 因为设计的时间为四分钟 即时将愿你开口发言后开始计算 有请 谢谢主席 大家好 西游记内中国四大民族之一 修孙悟空躺身诸八戒杀正等人物 和大闹天宫三把白骨经 孙悟空三戒八交战 等故事尤其为人熟悉 西游记第八回讲述那三户都多杀多争 如来欲以三战正经 劝人为善 故命人西天取经 独度众生 西天取经描写的是 师徒四人到西天取经 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传奇历写故事 注重结果指的是 对经书非要不可自在必得 而注重过程者指的是自我修行 对取经以示自在参与 认为经书可有可无 要探讨今天的变题就应看 更注重结果还是更因更注重过程 拿着更有意义 我方将以以下两点来录证 我方立场 第一 注重结果更能让师徒四人 完成如来佛主赐予的使命 佛养佛法 普渡众生 因此更赢注重结果 西天取经的原意是 如来佛主希望在中原传经 以普渡众生 引渡所有的人 使他们脱离苦海 让正经永传乐福 解救苍生于贪赢乐祸 不爱风血气 伤风败鼠的风气当中 注重结果让师徒四人明白 普渡众生的重要性 在取经过程中 对取经书一事秉持着 普道皇和新故事的决心 时刻记住自己背负着 解决当代国经不全 不统一矛盾的问题 以普渡众生为先 以自身修炼为后 更能最大化西天取经的原意 了解普渡众生的可贵性 保持着对经书的非要不可的心态 即使在取经过程当中 神剑坎丝洞 受自助经的诱惑 也无法阻止 师徒四人的停下脚步 因为比起自身的七情六欲 他们更加需要取得正经 解救产生 可见注重结果 更能让师徒四人放大众生 瘦小自我 更贴近取经的原意 因此更能注重结果 第二 注重结果更能让师徒四人 认清自己背负的使命 认清伟大的人 取尽伟大的责任 因此更应注重结果 在西天取经里 师徒四人和白龙马 因能力非凡 因此被众生挑选担当起 让众生脱离 扑开这个伟大的使命 他们是伟大的 是有能力的 也只有他们能解救众生 在西天取经里 师徒四人 因为死 即使对于取经的路途中 所分于水源 山高路多 浩 注重结果 让师徒四人 看重人们的骨质 保持着西天 建国取经的坚定决心 因此这解救 常生的毅力 尽所能的 得到尽数照顾人群 他们明白伟大的人 就必须担担起伟大的使命 各位 生活中我们 耳熟能详的伟大人物 岂不是这样吗 注重结果 让马丁路德经 认清自己 必须改变黑奴的命运 因此竭尽全力 拯救黑奴 苦难之中 注重结果 让圣雄干地 看重印度人命运 积极推动民主进城 尽这个伟大使命 可见注重结果 让师徒四人 和白龙马了解 因为他们更有能力 因此他们 虚不为困难 尽更大责任 坚持得到正经 因此更应注重结果 谢谢 今天马上一遍 请马路 请马上一遍 上腿 继续 时间为两分钟 好 谢谢 请问今天 对方非要 临方的论证标准件 是什么 就是看我们 在注重结果 和注重过程 拿着对我们 意义更大 所以就意义更大 谢谢 所以今天 对方非要是认为 这本经 苦度众生 所以非常重要 对不对 对 因为我们 我们来看 今天我们 注重过程当中 是注重于我们个人 所以就会更 更注重 苦度众生 比起来 苦度众生 更有意义 所以就是 注重过 注重过程 是我自己罢了 然后我注重结果 是苦度众生 来我们来投西遍题 什么叫做 西天取经 更应注重过程 和更应注重结果 我们就要看 我们的主角 我们的思想 是在于 取经人 也就是 是否知人 好 现在我听到 我也要的答案 再来一段 没有 今天 另方说 他认清了 他的责任 他就会有 特别的大决心 对不对 对 所以 所以 另方 今天是讲 认清了 他认清了 他就会有 很大的决心 因为他知道 如 如 他给他 一个责任 去 让他达到 他所要的结果 所以 为什么 不顾于他使命 所以 没有 没有 没有关系 另方跳 会是认真 跳下一 没有 好 没有关系 OK 今天 在这前一段 没有 今天 明方说 他这些 这些 他们背部 OK 明方认不认同 人的资源是有限的 可以这么说的 OK 所以 就很像 今天我没有办法 就很像 我今天有两个孩子 我只有一笔钱 然后今天 我可以给其中一个 赌注 我更 我更喜欢 我更想要 赌扬另外一个 就是我可能 把这个钱给他 对不对 好 所以 好 OK 所以我今天 其中一个 我会忽略吗 所以我一个 为什么会忽略 今天我们注重 两者 我们是看 更注重 是另一个 我刚刚说 人的指引有限 然后你又说 我有两个 请 对方解释 过程的结果 是有限的 为什么是有限 我会两者 注重 首先 更注重 一个 OK 谢谢 然后再来 请问 六 今天 对方 我法论证书 为什么 我会 另外一个 谢谢 接下来 有请 反方议认证 时间为4分钟 第10 在明明开口 发言后 开始理想 有请 谢谢主席 大家好 注重 意思是 重视 着重 因为每个人的 时间 精力 能力 都是有限的 如果两线事物中 更注重 其中一种 代表着相对的 我们也会忽略 另一种 比如辩论和学业 我们更注重辩论 我会花更多的心力 去准备 一个辩论比赛 可是却没有花太多的精力 去准备学业 两者之间 关注度 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差别 如果要和人家 更应注重过程 还是结果 就要看 何者更能体现 人生的价值 我方将从 以下两个层面 进行论证 首先 从小说的故事层面来看 人物成长的关键在于 取经过程中 遭遇了种种磨难 取经成功与否 并非重点 闯东海龙东 多如一经乎法 偷吃现当 大闹天宫 都体现了 孙悟空前期的 狂妄和不可遗事 从生了 白骨皆知 孙悟空和唐僧 在旧药与否时 产生激烈的矛盾 到第八十难时 再次遇到 一个老鼠经 唐僧愿意相信 孙悟空说 这可能是个妖精 可是他也表明了 来意说 他想要去这个妖精 孙悟空也完全 孙悟空也认可 他想要拯救 众生的心 所以顺着唐僧的意 任他去救 唐僧的孙悟空 并时间性格上的磨合 并不是因为 结果也没有取道经 都是过程中 发生的事 让两人 发现 并时间的性格和观念不同 从而发现了 潜移默化的改变 被任命西天举经的 孙悟空 沙禄镜 猪八戒 都是因伴错 而被下半肩 在取经过程中 仍是坚决 坚持不懈地 走到最后 修成正国 各货如来 国属所分 他们之错悔改 并不是他们 成功获得了这个称号 而是过程的磨练 苦难 把他们的肉席 磨成了成佛的平和 可见相比之下 结果有没有取道经 有没有被封成 斗战圣佛 其实对他们 影响都无大 过程所带给取经 团队的 自身心灵上 自得突厥 才是对他们 真正的成长 第二 从文学意义上来看 无论在西天取经中 还是在现实人生 注重过程 才能更充实人生 如果更听重视的是结果 苏禄空一个金斗员 便能轻易 换到西天 就算指控他 资深一人 取经也绝对 不是种难事 当他们到比修国时 遇到听信妖怪之言 想吃小牌心肝的国王时 只要除掉他就好嘛 不必想要去感化他 当被夺位及杀害的 乌鸡国国王 托梦堂生 要他帮帮时 他只要杀掉 那个假国王即可 何必千里挑挑 绕过到 乌鸡国国那边 哪颗汤温丹 让真国王复活呢 但是假如这西天一路 只是被弄的 被妖怪抓出妖怪 对众生苦难 真一只眼 必一只眼 固然少了很多麻烦 然而真到西天 怎么能成佛 如果更注重过程 就如他身所说 佛人性命还不救 魅心败国取何金 即便取经团队 最后取到的金 因为被大水冲走 而所剩不多 心怀无比的 佛心善念 强而有力的执行 去将之付出实践的地面 才是更珍贵的 同理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更应 如果我们更注重结果 一无反复的向前中 就会很容易 不越过程中 发生了所有失误 每一个队伍 都想要在 之前的金边比赛中 获得冠军 这个目标是没错了 但若是更注重这个冠军 过程中如何 从零到零的 开出一个架构 如何帮助 比较弱的队友 一起进步 解释来自世界各地的 辩论爱好者等等 都会被虎视 比完一场比赛了后 马上又投入下一场比赛 但如果更注重过程 即便最后 我没有拿到冠军 这一切更能体现出 辩论活动所要带来的意义 对于我们活动的辩论生涯 将更充实 谢谢 谢谢 今天本来到一遍 请您的故企正方三遍 上台词 时间没两分钟 谢谢主席评委 对啊没有好 好 首先对啊没有我想请问你 今天我们来探讨这个遍记 我们是不是应该在 两者间距的情况下来探讨 两者 两者间距 好 谢谢对啊没有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 我们应该注重这个 也应该注重那个 可是我们要探讨的是 更应该注重何者 所以我们就看到 今天必须在两者间距的情况下 而非对啊没有刚刚 主编稿所说的 会注重这种 就会忽略掉另外一种 要获胜 这是讲比有可能 会同样还写的评众 对啊没有今天我 好 对啊没有很简单 请问你的问题 今天你喜欢 你爱喝苹果汁 你也爱喝 你也爱喝橙汁 可是你更爱喝橙汁 是不是代表着 你爱苹果汁 也爱喝橙汁 对可是我比较想喝橙汁 好 所以谢谢 再一次论证了 今天其实 只要是 更应该 就代表着 合者更应该 就体现在于 两者间距的情况下 谢谢对啊没有 赞同我方论点 再第二点 对啊没有 你今天告诉我说 如果我们过度注重结果 我们就发一个金筒 你就可以到 今天去 对啊 好谢谢 所以对啊没有 这个论调完全不能成立 因为对啊没有 刚刚已经赞同我方说 今天是两者间距 而今天一旦翻金筒云 没有了过程 没有过程的情况下 就没有存在 应该注重 应该注重过程的情况下 所以对啊没有 所以对啊没有 这个过程 对啊没有 也是一个过程 是过程 好 好 好对啊没有 我想请问你了 过程是不是 9980一难 去经过路上 这是其中一种 可是过程很波 谢谢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今天 9980一难 他发现一个金筒云 一难都没经过 所以就足以论着了 今天对啊没有 所告诉我 的一场是 没有过程 所以对啊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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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去这边 这个也是一个公开 也是一个过程 它是另外一种过程 比较过的过程 对啊没有 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西游记的远处是讲 9980一难 是要过的过程 可是对啊没有 又告诉我说 这五是一个过程 翻经等于 只是一个动作 这不是一个过程 谢谢 谢谢 谢谢正方三变 再来有请正方二变 设论时间为 那这张会计时 在由你开口发言后 开始计算 谢谢主持人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扣心一场变题 今天我们看到变题是 今天我们新天取经 更应注重结果 还是更应注重过程 可是当我们如果 顾列其中有什么话 那么这个变题 就会变成 注重结果的力 大于注重过程的力 还是注重结果的 注重过程的力 大于注重结果的力 所以今天我们不能 忽略其中一话的时候 我们就说 今天我们要 两者坚决的情况下 来认证 哪者更需要 我们来注重 再来 西游记 就关经告诉 苏文空一行人 今天如果你要拿到真经 那么你就必须经历 998是一难 那么今天对方告诉我们 为什么苏文空 这么能力这么强大 为什么不翻一个 金斗云直接去拿呢 错 因为今天如果你直接 去翻金斗云去拿的话 那么你是没有经过一难 没有经过一个难的时候 请问哪里来的过程 怎么去完成那个使命 去得到那个真经呢 所以今天我们要说 注重过程可以 对方朋友 今天注重过程 也就是你要完成 那个998基因那的时候 对方没有 而我们注重 我们的结果的时候 也就是说 我们更执着 很渴望 很在乎去得到那个真经 得到那个真经 从而去补度众生的时候 所以我们才说 今天我们注重结果 和注重过程相比的话 我们注重结果的意义 来得更大的时候 我们才说 今天我们更应该注重结果 因为注重过程的话 其实是一种自我修炼 再来 今天我们要告诉对方 没有 今天注重嘛 注重其实就是比 那是一种心态 而这种心态呢 我们看注重自我 注重自我 就是也就是注重过程的心态 而注重结果的心态 是怎么比 今天注重过程的心态 也就是注重自我的修炼 在取经的过程的道路中 我们遇到的种种事情 都是对我们自我的讨厌 而今天注重结果呢 它的那个心态就是 今天不管路上有什么困难 在阻止我们 我们都会因为我们偏执 我们渴望 我们会克服 我们会想要得到那个真经 所以我们才说 今天注重结果的心态 更能够让我们 更容易去得到真经 从而普度 从而普度众生的时候 我们才说 今天我们更应该注重结果 再来 对方今天告诉 其实今天我们 今天 今天为什么 我们不能直接拿经书 那么今天 因为对方没有 今天是一者有 一者无 如果对方不喜欢听 一者有 一者无 那么也没关系 因为今天对方你只是 如果说 你告诉我们直接去拿 拿经书的话 没有过程 其实对方你只是认证到 我们需要过程 而不是认证到 需要过程等同于 应该注重过程 也就是说 一辆 也打个比例 就是一辆汽车 它需要坐电 但是 不比 那个引擎 来得更重要的 所以我们说 不是说应该注重 那个坐电 就是这个意思 再来 今天过程很难 我承认 谢谢 谢谢 那您反正是让我们组合一根经 一个翻过去的过程 你觉得不叫过程 对不对 这样我可以解释吗 你觉得不叫就对不对 对 你觉得不叫就对不对 我我想解释 所以我们可以参加 比较测试的过程 您反正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对这个经厨 很有执念 非要不可 我们才可以有这个进取性 变化 不过是这个意思 明天我们更注重结果 同时 我们会有更多想执念的事情 从而更容易 对更容易 就是我们得到 当然了 好 所以今天 您反正在那个结果 您反正从大尾 好像没有跟我们讨论到 过程的经过怎么样 所以我想解释 刚刚上一提对方说 我懂了我懂了 可以我可以解释吗 对方不要 你们反正解释 还不要讲过程 今天过程 关于告诉孙空一行人的时候 今天你们的过程 也就是要经历9981难 所以我们才说 用经等于一难都没经过的时候 这不叫做过程 所以他不跟你 你觉得不叫过程 我们可以讨论自己 不是我叫过程 对孙空两难再说 也叫过程 所以我们讨论 我们讨论对方的9981难 所以遇到9981难 你们对方的直面 你们想要更快的拿到经书 执着 因为我们渴望 我们在乎 你要拥抱 就是你们的执念 你们想要更快的拿到经书 快去看哪里好 因为我们想要 五度众生 如果我们是在乎过程 对 在乎过程就是 所以你们遇到 你们遇到样子妖怪的时候 为什么你要花费这么多精心 去抓那些妖怪 去感化那些妖怪 而不是 赶快把那个 要放到杀掉一下 就把 因为 最后要请你理解 杀掉妖怪 不等同于补助众生 因为我们今天要赶快 杀了他 怎么苦度众生 因为众生 也就是不分坏人 好人 还是动物 好 教授 教授不要 不要去顾问我的东西 对面我解释 不要不要告诉我 我们的过程 是指挥了自己 凌方的结果 为了大家的追求 不是指挥了自己 是比较在乎自我修炼 这就是我们 如果在乎过程 我们没有说 不在乎取经 我们在乎取经 就是我讲的指挥过程 过程注意自己 就是这个结果 我会取经 心比较赞 现在平凡的过程中 我为自己 领过活到也没有劳 对一种 可以结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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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由平凡 当那边 我论时间为三分钟 即时 对于你开口 我开始提算 对不起 好 谢谢 其实总结来说 今天对王宾有 就一个字 他们说 他们买了 他们那边 取了经压一本书 那本书是自高无上 他们可以苦度重生 所以这个相比起 我们自己一个人修悦 我们磨练中 我们是没有用的 我们的过程 是不值得一提 他们是自高无上 对我们来说 没有他们的结果 不管多么的好 是不是需要有过程 对不对 然后这个结果 是过程推荐起来的 然后这个结果 同样重要 因为它也是 这个过程的一个指标 所以我们今天 这样子录着 我不知道这张边有 有没有论证到 它到底更好 再来这张边有天 一直在说 哦 它很必然 它有这个结果 所以我有这个目标 我有这个方向 有这个责任 很有使命 所以我就很有动力 请问这动力在哪里 我从来都会 通通到我都没有听到 这张边有讲 为什么有这个 就会有动力 我搞不懂 这张边有没有讲 我大概从头到 有快乐视论证 然后还一直在明 OK 再来 这张边有 对张边有刚刚 旁渤我方一边的时候 一直在那边说 两个可以平等 可是我刚刚旁渤的时候 我刚刚旁渤的时候 已经说过了 他们一半已经讲 职员是有限的 OK 达成功识 再来刚刚我 刚刚我提了一支 那我只有一笔小钱 所以我会选择嘛 我可能一个也多一点 因为我更重视 才可以体现这个更 要不然你的更是体现的 有没有嘛 如果两个都一起好的话 没有这个更 这个更哪里这么OK 再来 就很像今天 就很像今天 为什么会说自私 就很像说 我今天想要当最佳变手 这时候我要讲 我的队就只有一个坏 我的队全部都是主队 我这时候我要讲 最佳变手只有一个 我职员有限 但是我是不是要 我要收住这个 我要自私一点 我不要给别人知道了 我今天讲出来 我吓到对方傻掉 所以今天这个 这些职员有限之后 我没有办法公平 这一点对对方不成立 OK 再来 所以今天 今天 这边没有说 有心更容易 为什么有心会更容易 今天 其实我过程中 我不断地在这个课程中 学习到东西 请问 其实我坦白来说 今天西坚取经 其实取到那本是不自定 就是还没有办法服务中生 所以今天 这边都没有一直说 那本经纪力 还纪力 还我跟你讲 你放开来 里面什么都没有 Apple纸来的 OK 再来 所以今天 今天为什么会讲 西游记者的文书 今天误称了 到底要写的文书 哪里怎么 就是要告诉我们 九九八十一当中 我从三打白语读经学到 学到我们看事情 不可以看表面 然后我从那个老鼠经那边 我知道我自己 我自己犯错的时候 我需要去 我需要去回想 我到底要去反省 我到底应该怎么 然后对我朋友一直说 取到那本经 可以学到什么 我真的搞不懂 然后他们一直说 很重要 首先他们快乐身份证 然后 然后 然后一直很理所当然的 讲 他们 OK 所以今天 回到我方 所以回到我方的立场 所以今天对我朋友 只是说 结果很重要 没有在论政变题 所以我方 当然同意 结果是很重要 可是今天我们要做比较 OK 所以今天对我朋友说 那本经是可以 普渡众生的 所以 普渡众生是很伟道 我知道 可是今天我们 我们的这个摩纳 我们也是在告诉 我们这个物识 我们也是普渡众 那边 请您留步 请正方应该上台 咨询 十天为两分钟 谢谢主席 请问对方如何论政杠 就是当我资源不够的时候 我干脆我可以把更多的 对方打个比方 今天我爱爸爸 我也爱妈妈 我更爱爸爸的时候 我不爱妈妈 是这个意思吗 怎么 今天你只剩下一粒 馒头 这个馒头 包不掉了 你要给你妈妈 还是给你爸爸吃 那你要选吗 所以我们不是看 要给他多少 是我们爱他多少 这个不能论政 说你 你更喜欢他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这个我们爱爸爸 时候我们更爱爸爸 不懂朋友 我不爱爸爸 所以是没有限制 你没有解释吗 不 现在我会 你没有解释 你没有解释 但对方准备搞事 否告诉我方说 因为注重结果 注重过程 所以我们是注重个人 我来讲给我解释 对方 爱定众 我是一个无限 我当然爱大众 我当然是像幻灵菩萨 可是我说 我现在皮包 就只有到一点钱 我只有两块钱 我这样请全部 所以对方必须 论证的是过程和结果 是有限的 对方无法论 过程结果是有限的时候 你不能告诉我方说 你不能 你注重一个 你就会讲一个 所以对方无法论 对方便请给我 这是我盘文 在这方面我想请问你 对方主编 是否告诉我们说 因为我们注重结果 只注重过程 所以我们个人修炼 也更好 我们个人修炼 是因为注重过程 为什么是个人修炼 我们整个变得不一样 对方有理到 他从一个马虎 为什么可以躲人 这里面 不会感到的 你们是虎子挺 我有办法结合的吗 所以我们能看到 我们注重结果 我们 为什么说我们注重结果 是更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能看到 我们注重结果 我们拿到正经的时候 我们可以普渡众生 但是我们注重过程的时候 然后我们只是以身自然修炼 我们能看到普渡众生 能够能够照顾更多人 去的时候 为什么普渡众生 不比过程来更异 就是我的过程 故事 我告诉我 全部人 全部人看了 是有记得到很多地方 所以对方 还有占定三者 我们来口息变题 什么叫做西天取经 更应注重结果 我们是讲一下 要从西天取经 其实在您开口发言后 开始计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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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评委 非常非常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今天我们讨论的变题 我们今天所说的 这些过程和结果 是不是属于 对外面所说的 有限资源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今天我们更应注重 是发自我们内心的 一种心态 试问对方没有 心态是属于一种 有限资源吗 今天我是用我自己的心去想 今天我爱爸爸 我也爱妈妈 但是我论证 我要看的是 我更爱谁 所以这个心态 是你要给就能给 所以并不是 对外面所说的 有限资源 这点对外面 从头到尾 完全不理解 这个概念 再来第二点 对外面今天告诉 对外面的主编 已经跟五方打成 或是也就是要在 两者见记的情况之下 可是对外面 整篇稿开讲开来 我们都看到 所有的论证 都是告诉我们说 今天我注重这个 注重这个 就会忽略掉 就我打一个例子好了 对外面的开稿 也告诉我们说 这个苏母空翻 金斗银的那个故事 今天观世音菩萨也说 九九八十 那是属于一种过程 而对外面 告诉我说 观金斗银这个动作 也是一种过程 这点我非常不了解 但我请对外面的解释 再来今天 九九八十 那我没有经过任何难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观就能把对外面这个例子 规纳 是一种 只是注重过程 而只是注重结果 而完全不注重过程的一种体现 所以对外面的这个例子 再次不能够成立 再来对外面 对外面的刚刚那个金斗银 对外面也是要向我观论 真的是 今天我需要 九九八十难 来成就我 好 对外面 我们今天承认 你确实有哪个需要 但是对外面 今天你不能够 以这样的论调来告诉我们说 今天因为我们需要过程 等同于我们更应注重过程 这是对外面 大家从头到尾 没有解释过的这一点 在对外面 今天告诉我们说 告诉我们说 今天 对外面刚刚有指挥过 今天你有愿望 就一定会有动力吗 很简单 今天我 希望每个人都是趋利避害的 我希望你们有一个良好的结果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就会 在乎这个结果的好话 我就会一步一脚印 努力的去达到 这就是心态的一种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秉持着 我们要更加的 自在必得 我们就自在必得 对于取来的真金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就更有动力 进而让我们的 西天取经能够更加成功 这就是我方的正常 就是我方的论调 再来对外面 再来对方便有今天 我们更加有动力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今天两者的区别是 今天宁方 我可以告诉你说 宁方的个人修行 别是普渡众生 很明显的 很大的差别比较 今天我普渡众生 我造福的是整个大唐百姓 而对方便有告诉我们的 确实是师徒 是人个人修行 试问在前 各位 是人修行 比起你 整个大唐众生的情况底下 我想请问你 你来 你这个普渡众生 让你造福人区 我们准备来得更大 是 请您留步 请反方一遍上台咨询 时间没两分钟 谢谢主持人 大家好 各位朋友你好 各位好 好 我先问你今天 我说了一个老师 我去师训了过后 我是把我学医来的东西 交给我 交给那些学生 对不对 所以一样道理 今天他们四个人 取得同时 对他们自我学义的同时 我们将他的精神 在你大唐了过后 将他发扬广告出去 好 来 我们再来看下一题 所以他对不对 他不仅有自我学义 他就跟老师一样 他不仅自我学义奥运行 他就跟老师一样 他就跟老师一样 所以对不对 你直接一切认识 今天我们注重结果 他比较更要取代的是 造福整个大陆百姓 这些对我们的账头 我帮你 好 下面可以 好 先看一下 比如李宗伟 他现在假设 他是一个很注重过程的人 李宗伟 好 他连起初 我三次奥运会 他拿了立亚军 如果你是李宗伟 你会怎样想 对阿伟伟 其实很简单 今天对阿伟伟 不能因为李宗伟 没有成功拿到奥运金牌 就顺着了 今天他没有注重 没有提前 你会怎样想 如果你是李宗伟 你会怎样想 对阿伟 我会想说 我身为李宗伟的话 我会很希望 我每次都能够拿金牌 这是一种动力 他会让我更加努力 相接 即使我造语 然后拿到奥运牌 我也 对阿伟伟 他从罗到罗伟 他在告诉我们 今天他的结果是一个动力 有动力又等同于 我们更应该注重结果 这点是您放 等一下是要跟我交代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问题 今天我现在很注重 今天我现在很注重 因为我的心态 就是去让我们更加想要得到 所以我们更加能够达到 我们的目标 所以你应该是把动力比喻成 要更注重结果 好 再看下一个问题 今天我现在很注重结果的人 我现在玩游戏 我是不是要取得高效率 也取得这个结果 对不对 热门不胜 我现在很注重结果的人 然后我玩一个游戏 然后我要快点拿这个奖励 然后我就接近我所能 要看你们的注重过程 同样有过程 因为你们是个注重结果 所以拿这个奖励 所以今天讲的 不理解这个例子 没有关系 谢谢 好 今天反方一面 最后有请反方加剑 我的时间为三分钟 继续将予您开口发言 我开始提供 有请 我发现对方误会有一个很严重的东西 刚才有人告诉我们说 我们取经的过程 是为了那之徒自人自身的修炼罢 然后他们的过程 结果就是很伟大的苦 注重生传教 传承的过程都会 所以这里要纠正对方 没有一个错误就是 我们要在取经过程中 就是那之徒自人 他在这个整道道的误 领悟佛道领悟那些神经的过程 他们也是可以把这个佛道 带回去交道给当中 常常的人民的 并不只要等经出罢了 这些经验的过程 同样也可以作为 普渡众生的用具 那边有凌方的过程 还是指在于自身的修炼 还是他也是可以普渡众生 再来回去看一下对方的结果 对方的结果 他说他是可以普渡众人和回答 可是想想看 如果今天这之徒自人 他是一个很注重很注重结果的人 他取经他也很注重结果 他直接回去普渡众生 他一样也是会很注重结果的 所以他直接普渡众他造成的结果 是什么 他就是去 他一路之前去照顾 去管那些人有没有懂 他的经书在讲的话 就是把那个经书带回去罢了 他不用去很明确地交代他 到底为什么要带着经书 那经书在讲什么 他不用很明确地交代 因为他的目标 就是把经书带回去罢了 所以看到吗 就是就算你注重结果 同样也是会没有办法 普渡众生 你换了一点 又再次不存在 接下来来到第二点 他没有告诉我们说 我们刚刚讲 对我的做事很理解 我方说 会普悦的那些事情 今天又是因为每个人 刚刚刚有讲爱 因为爱是无缺的 所以那个类比根本 有不出类比错误 今天我们讲的是 心有余而力不足 今天那些唐神 他们同样也是很想 讨足千里去西天取经 但是今天他们 作为一个普通 做为几个妖精 如果他们选择注重结果 他们选择要更快地 达到西天的话 他们在一路上面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 去花这么多的精力 去管那些妖精 要怎样去赶划他们 他们不用在求之过 他们直接 在比出过 再把乱乱杀人的锅 剎掉就好 他不用去赶划他 他无击过过 他只要帮他 把甲狗龙打下来过 他不用去帮他 因为他没有这个精力 因为他想要更快 达到西天 所以看到了 他们没有根本 没有考虑到那个人 一个人自身的能力 跟自己的精力 但他们又可以注重结果 我们现在又可以把过程做到很完美 他说我没有考虑到 我们如果很偏壮辩论 要我偏壮辩论 我的学业就一定会有点下降 因为我没有花那么多心意 在我的辩论之上 所以这两个完成度之上的讨论 我再去下跌 我去打打白骨精后 我常常学到 我不可以乱乱想起来的妖怪 我又再更进步 我又再想要去到下一关 斩掉更多妖魔 辅助更多众生 这样子也是可以有道理 像我来到辩论 结果我打了一场比赛 打一场比赛 因为我结果 所以我有道理 我要去打下一场 我要重新变冠军 然后结果我认识好朋友 我也是可以想到辩论的道理 谢谢 来 谢谢 请不停证 方便上台咨询时间 来回两分钟 同时也提醒 当变手现在发言时 请其他变手 尽量控制自己的正量 以免影响变手发言 谢谢 谢谢主持人 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方彪尔你好 你好 对方彪尔今天唐生 他的目的 是不是要为了感化 世界众生 而他的自己 看起来感化众生 对 今天辅助众生 是不是告诉我们 近传他是妖魔鬼怪 动植物 也是要感化 对不对 对 好 我们答谁的动神 展妖除魔 不是辅助众生 请不停 对方彪尔你必须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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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我的被识趣 不是我得到我的答案 可是我得到我的答案 你没有得到我的答案 我得到的通话我了解 对方彪尔我想请问你 自众 尝尊也是很想感化 那些妖怪 所以 所以不自以大 这个方法来去感化 另外对方彪尔 我想请问你,今天老师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教育社会的学生? 所以今天他是不是非常在意教育? 如果他在意,他教好了,他在意,他不是自我修成去教育学生, 而是他在意,他那个成结果,他想要去教育学生的时候, 为什么不是自我修成结果? 所以他看到的是他教好了学生,而不是他过程中想去理解学生? 对,看到吗?不是过程,是要去注重那个结果, 他注重那个结果,所以他想要去教育更多学生,让他们知道。 再来,对话没有,我想请问你,今天,对话没有, 对话没有,请问,没有,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没有成功的结果,有没有意义? 就像李中伟,打羽毛球苏勒,有没有意义? 哦,所以自我经被冠军是厉害的, 看到吗?其实苏勒也有意义, 那个意义是不是他那个绝强,那个心态值得我们学习? 李中伟,不服苏勒的心态,就是值得学习? 好,感谢双方教练,经过一番的时间, 也有证明,再来自在币更精彩, 准备持马上开始,见对团结, 双方会有种逼职4分钟, 见由正方发动公式流行。 想请问对方,今天我们更自在币的, 是否更有帮助于我们达到成绩? 是否更自在币的正经法要交代的? 所以当然我帮你告诉你的, 我们过程也可以提供动力的, 准备自在币的体现在哪里? 对啊,不要有今天的过程, 我不排除有动力, 可是对方注重过程是自我修成的时候, 我们注重结果更加在一步的时候, 就算对方说,唐山心有余和力不足, 还要去取正经,难道不是自在币的体现吗? 等一下,没有你的眼光, 起来为什么我们的过程就只有修备自身? 为什么他体现了不是整个四个人, 试图在原本不好的情况下, 后来变成一个团队, 这难道不是整个社会在不断磨合的体现吗? 好,谢谢对方没有,我知道, 所以对方没有说到, 里头是一个团队的那个精神, 所以我方承认这个的确是可以, 可是我们看到, 他最终结果, 他最终想要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能够普度众生, 所以普度众生比起个人修心, 何者来的意义更大, 他们要了解这个? 对方,你把普度众生并不只带于你帮来一点, 我方也可以普度众生的, 就是因为他只有经科, 把这团队使得到了, 来到整套内话, 带回去他的大堂, 告诉他的人民的时候, 这也是通过过程来补助众生的体现, 另方的, 结果竟然拿到的是不自身经, 要怎样普度众生, 您反而还没有交代? 对方我方承认, 双方都可以补助众生, 所以我们要看的是他们的心态, 今天我更加注重这个过程的心态, 对方根本面向我们交代, 所以我方解释了一套理论, 就是说他们比加注重自我修念, 而今天我更加注重结果的心态就是, 我要取得真经过后, 我感化我的人民, 普度众生, 这些是心态的比较, 对方没有比出, 今天过程是什么样的心态? 首先对方扣我帮主, 为什么我过程我一定是少人, 为什么我不可以是从头学到谋略, 我把这些意义意义的道理告诉所有人, 再来, 最对比起我的过程是有办法教育人民, 我小时候看起书就有学到这样多, 再来你把伍迹请怎样? 对方的疑问点, 为什么自我修成不能普度众生, 而我方也说可以, 可是没有这么执着, 没有这么渴望, 没有这么想要责任的结果, 再来, 今天无字真经, 也许我们看不懂, 可是他们自己领悟到真理的时候, 他们去传的时候, 他们去领悟他们在乎这个结果的时候, 为什么不是结果更重要? 要不要他什么时候领悟到真理的? 对方, 你看我们看不懂无字真经, 可是常常他拿到这个无字真经的时候, 他有办法去补助众生, 这些就是他的任务, 他所造成的结果, 所以这个才是对我们更加有用的, 不是吗? 无字也可以看到经, 领悟的众生超厉害, 所以看到了吗? 所以就是把我们的, 其实真正整个经书, 不就不在意他拿不到的造经, 而是他把整套的红把带回去的时候, 才是真正补助众生, 主要有具处的东西, 所以再来请问这样, 没有, 领悟所谓的这些词面, 要怎样在领悟的这个, 取出到结果中, 得到一个体验, 你还要交代一下吗? 明白, 总结一句, 对外面的今天我们看到唐, 唐僧当初之所以会去西天取经, 就是因为当年的唐王, 他叫他去西天取经, 进了普渡众生, 这就是他一直想要西中外的结果, 也就解答了对外面的那个说, 我们更加自在必得, 更加执着, 所以我们更能够普渡众生, 因为我们有的目标是别人, 这是没有那么强烈的, 其实一开始真正, 我们给大家的认识是, 你要过了1981难, 拿这个词面回去, 可是如果还有这样子做的话, 为什么他还要特地去调查一些, 有了没的来做, 敢化这些国王啊, 敢化女儿, 之类的等等, 这些东西, 对方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所以今天, 他经过9981难的时候, 是不是因为他注重, 他想要普渡众生, 普渡众生拿到证经, 所以是不是更应注重结果呢? 所以对方没有, 你把今天的那些, 普渡众生做了, 你把这个结果, 你把这个词念的如此强大了, 为什么你还可以在这种词念下, 夸分出一点力量, 夸分出一点力气, 去普渡那些妖怪, 你应该是, 马上出去七天, 马上拿回你的心, 去普渡你的众生啊? 对方你知不知道, 观音曾经对他们说过, 你们要经历9981难, 过后他们, 你们才会误得真理, 取得真经, 过后感化众生, 这些就是观音告诉他们, 他们所要经历的, 所以他们朝着这个目标, 朝着这个, 他们想要的结果前进, 所以这才是观音告诉他们的, 其实他们也不用这样的, 付出全力去进行啊, 他们也可以, 也老是去到那个地方, 我把果肉打掉就好, 我做到, 在几个线程度就好,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要这么全力进行, 其实他们自己本身, 也是比较注重过程的, 其实竞速拿不到, 达到那个五十经, 他们根本其实也没有很, 也没有很在意的, 情况之下, 没有你要怎样, 好, 现在请问第一, 今天唐僧竟有利而愉, 很愉不足的时候, 为什么还要去拿真经? 好啦, 我来跟你讲, 其实今天, 总结了, 所谓所谓取无知经, 就是如来波主, 就是要跟这些取经团队讲, 哦, 我们就算用这些998的依赖, 来告知你人生道理来传回去, 其实那本经根本都不存在, 所以他不需要, 他只要讲的是过程, 错错错, 对方不了解点故, 今天, 成真正的COG, 是告诉我们, 你取了真经, 没有错下自我修炼, 真正正的目的, 是要感化众生, 所以我们才说, 在义结果之一, 我们那个自在弊德的心态, 是可以战胜你们的自我修成, 所以您包所谓, 自在弊德的心态, 把这个经书带回去了, 如果他自在弊德, 想要把所有的那些经书, 传给他的大朋友, 是不是他就比较, 没有办法去, 关注到他的人民, 到底有没有, 不要懂他的经书, 只要把经书带回去就好了, 他要, 他全力都在经书那边带回去了, 要怎么刮分经历去, 对方, 唐真讲到的结果是, 取得真经, 既而普渡众生, 对方不要把取得真经过后, 他就不讲普渡众生, 对方不要断章取义, 好不好? 对方的, 取得真经过后, 普渡众生, 他都是取得一本文字经, 我们已经讲过多次, 请问他在过程中, 他去普渡众生, 去感化妖魔鬼怪, 说他们所得到, 是修炼的这种俗经, 您早到底有看到, 首先对方, 我们不了解一个会计, 他是如何操作快递的方法, 所以我们也不了解, 唐真到底是如何操作那种五字真经的时候, 请问对方没有, 我不想谈通规划, 这个地方没有我想请问你, 现在老师, 他直接去教育学生的时候, 为什么他的结果, 不是想他教育更多学生? 老天有, 五字经只是如来佛水, 讲面一个象征, 他真的要把他们经历, 经历了9981难后, 把他们遇到了磨难苦难, 全部融合在一个精神, 一个佛法过后, 然后再带回去, 再传导给这些人民, 如果房 human没有经历, 就981难, 林党所说了更多的结果, 还要怎样去教呢? 所以看到吗, 对方没有最后讲讲善, 就打不过我们了。 对方没有就说, 又开了一个理论就是说, 如果没有如果没有, 所以对方没有刚刚那个不公平 比较重新体现, 再来对方没有? 我想请你刚刚回页, 正面回到我二面的问题, 我听话讲的提前, 对方体现太安逸, 最近, 在林党如此执念的情况底下他全力 以不想要获得金属的时候, 对方的金属如何华分出力量去 去拯救那些妖怪,所以这些妖怪里面最重要的是打正习经书,回去补助中生。 可是为什么还可以去做到补助妖怪这件事情,另外要解释一下妖怪更快的解释在哪里? 对方刚刚的论调是告诉我们说,如果没有过程,哪里会有结果? 这个只是论证的,要得出结果,有必要这个,有需要的过程,并不代表着我们要注重那个过程,请对方理性概念。 所以总结一句,今天我都已经明确的告诉我,对方对方对方会不听,他主要想要的结果就是取证经,普渡众生也是他想要的结果。 所以这就是告诉你说,他为什么他就是要普渡众生,普渡妖怪,可是对方没有告诉我一个很奇怪的理论。 他告诉我说,为了他要普渡众生是斩要出国,所以这个对方没有自打诀。 所以总结一句,今天他没有告诉我们说,他们取经的时候,他们又可以去普渡众生。 可是因为达身结果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走断的时候,现在眼前出现了一个更快的路,他可以鼓掩老是坐基根去跑,去直接冲向他的基金的目标。 然后他为什么还要选择这种过程,不要过程的走断,用真心去赶过那些妖怪的那条路去走呢? 他不要走更快的那条路。 所以其实就是最近的对方没有讲说,两个都可以了,其实要分成一个更多。 好,谢谢双方接手。 你再进入对方一个总结迟期的阶段,先请把方式列入中央等台领导的时间为5分钟。 必须将于您开口发言,再提出来。 好,谢谢。 首先,今天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第一,就要没有从头到尾去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想要取经,就是我们给我们的动力,于是我们有了这个动力去取经。 他告诉我们今天更应该出这种结果的问题,在于今天取经这个结果给我们的动力。 于是,其实我讲说,每一件事情都会有一个结果。 可是他没有告诉我今天,每一件事情的这个结果给我们的动力去追求结果。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逻辑,就要没有这样前提来,就是它的见底。 再请问一下,为什么我们会为了过程在努力? 为什么我们的过程没有给我们这个,没有给我们东西去,没有给我们动力? 我们教后面有给我们的眼光帝很加爱,因为他只看到这些伙伴的过程,就只是九九八迪娜。 他没有看到唐僧这些人,伙伴讲过很多次,他们在这个途中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再来一个东西就是,教后面有给我们看到,他一直心智坦坦的过脚, 他今天的结果就是读重着,他今天的结果就是西天取经去取道经。 但是我想说是,今天一个目的,你的结果是好了,不代表你过程中间的手段就是好了。 这样没有,你很奇怪,他一开始已经承认了,今天一个人的经历有限, 你当你要注重两个东西,然后我承认结果的过程都要注重。 但是今天必然会有忽略另外一个一点点,三两个都注重。 但是这个时候,对方他也承认了,今天我们要更注重结果, 或我们应该想要是更快更好,更有效率,更快去达到这个结果。 那实际上对方会有论调里面,他帮的却是可以在途中, 顺便带一个妖怪,顺便感化一下众生。 请问在里面有讲到这个,呃, 这难道不是给你们一开始讲的,心理是有限的东西吗? 那来看一下今天,我刚刚讲说的过程, 其实就不只是单单的,九九八十一难,单单的斩交出没而已。 所以我们来分析一下,今天一个注重过程跟注重结果, 两种人的心理是什么差别的? 今天唐三藏他们是师徒四人,他们注重了过程, 是因为他们在过程中不断的斩交出没, 他们想要注重真,想要带大家道理。 而最后的今天在演这个结局, 在演这个结果,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象征式的东西。 它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个结局来说, 唐三藏他们是人之后,只买到一本《无字经》。 就会有一次跟我讲,唐三藏有自己超厉害的方法去贴入《无字经》。 但是其实这个《无字经》没有在给他什么话, 在给他只是告诉他,你今天成功学校挺厉害, 但是今天带给唐三藏可以去辅助众生的这个,呃, 这个根本,在于,今天他在过程中,他去领悟了佛法。 这样,孙悟宏从原本的结熬不去,不停人家的话, 到后来跟唐三藏有一个佛经, 支持唐三藏去慈悲为怀,去苦度众生。 那么今天,所以我们,呃, 那么我讲说是,今天读重结果的人还会怎样? 就有人告诉我他今天知道他的结果可能会是成功, 于是他就会非常非常去努力, 但是反过来说,我想请问, 今天如果一个读重结果的人看见, 知道自己最后会失败,他会怎样? 他是不是,他为了成功会努力, 那么为了失败,他会有一点点的腿下的心理。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在过程中不断努力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在过程中会变强, 当孙悟宏在过程中不断的, 我们听到很多不同的道理的时候, 非常感化的时候, 他是不是也在胸边自身, 那么请问这个时候, 他是不是结果最后都一定会到来, 不管结果是什么, 但是今天当一个人变强的时候, 他最后可能就会拿到第一, 但是今天一个人拿到了第一, 不代表他真的自身有在成长, 但问题就在于过程有成长, 如果你更注重结局的话, 我们也不会注重我们自己过程中, 我们没有成长了, 很多时候其实真的是一个象征, 在变强里面好像有一个变强教练, 就是把一整套架空塞给了一个团队, 然后直接教他们讲去变强, 没有帮他们讲去变强, 只是叫他们变强过方法, 请问这样的队伍, 就是他们第一次拿到成功, 他们有没有办法复制成功, 有没有办法用同样的方法, 多一次取得成功, 这就是更注重过程跟结果所带来的差别, 更注重过程的团队, 他们会去领悟自身, 在这个摩纳过程中有没有去成长, 他们会去想自己到底有没有得到了什么, 自己到底为什么会输, 到底为什么会输, 所以西游记就像反定的人生一样, 今天人生到最后就死亡, 不管你在过程中如何努力, 如何在拼搏, 但是今天我们人生就代表, 今天有各种活, 那就代表今天人生有无限的成长可能, 除了一样智慧的心底, 都会反而混间到来, 就像西天群青一样, 祖悟空也不知道他会从原本, 那么坏变到最后, 那么有东西, 最后还会成了一个佛, 所以最方便有今天, 他不明白了现在过程里面, 我们到底学到什么, 还不知道做到过程的人, 最后考虑建团长, 最后尤其正方, 这边有的中央讲台, 赢得总结时间, 同样为五分钟, 一时将运营开口发言后, 就是计算平行。 谢谢主题, 对方没有,大家好, 今天从对方开展, 再来论点, 我们发现到对方忽略的, 非常重要的一点, 也就是注重结果,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从对方开展的理论来说, 今天对方很多都是告诉我们说, 结果好, 我们可能可以做到好事, 结果坏, 我们就一事无成, 可是今天我们要比较的, 不是结果的力, 结果的带来什么, 而是我们注重结果, 给我们带来什么, 而我翻开出了印第列的架构, 就是告诉大家说, 我注重结果的时候, 我会有产生一种心态, 就是说, 我想要的结果, 就是我要往好的结果前进, 这个可以成为我的目标, 就好像唐真, 他的想要的结果是什么? 他想要的结果是补助众生, 他想要补助众生的时候, 所以他在这个路上的时候, 他才会去赶快妖怪, 去帮助他们, 这个是他想要的结果, 他在路上也是心者, 当然, 对方告诉我们说, 可能我们这样很霸道, 他过程做的东西, 也代表着他注重结果, 可是这样, 对方代表着, 对方其实不明白这个辩敌,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种心态, 为什么他会在一路上, 他也要去帮助别人呢? 就是因为他有着想要感化众生, 普渡大众的这种心态, 所以我们说, 今天这种心态, 才能带给他正义上的成功, 接着, 我们来看看, 对方挑我们的有什么, 对方一直告诉我们说, 一则有一则五的情况,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对方一直告诉我说, 如果你没有前面的九九八十一个理难, 你到最后拿到历经, 你什么都不会, 因为你等我都没有经过, 苏母空依然是那个顽皮的苏母空, 猪八戒依然是那个浩德的猪八戒, 而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其实对方完全忽略了这个过程, 今天他把这个一则有一则五的前提摆了出来, 那么我换一个说法, 今天可能中午空他们没有什么结果, 他们就是聚在一起, 然后一直斩摇出磨斩摇出磨, 然后他们就没有一个目的, 难道这样子比真的会公平吗? 所以我方说, 我们不能用这种一则有一则五的心态, 我们去比较, 而是要比双方, 他们都是出自有这种注重, 他们双方都注重彼此, 可是看更加注重谁来论证, 而今天我们不是说, 而今天他们更加注重这个过程的时候, 我们说更加注重个人精神,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说呢? 今天祝悟空他注重过程, 他既然他在过程中领悟到的是什么呢? 他领悟到的是自我的提升, 而今天孙悟空自己的修订, 他其实是没有必要去感化别人的, 他去感化别人, 就是因为他有那个目的, 他有那个目的, 想要去感化别人, 今天感化别人, 其实跟自我提升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而今天他会有这种境态, 就正正证明了他为了那个结果在奋斗, 他依然没有关系他的初衷, 他的初衷就是他要辅导众生, 而今天观音告诉我们说, 你经历了9981难, 你取得了五字经, 然后你就可以, 你可以误得这个道理, 所以他们一直在朝着这个努力, 这个目标前进, 再来对方一直告诉我们说, 今天他取得是五字经, 所以他全部说的都是没有用的, 其实我方不是这样说的, 他在取得这个经的路上, 他这些经态, 其实他经过那么多的依赖, 为什么他仍然不放弃? 就是他因为他有坚持着那一刻心, 他还想要去辅导众生, 对方不能说今天因为是五字经, 他就毫无意义, 对唐真来说, 他们第一次, 他们取得这个经的时候, 代表着他们成功了, 代表着他们, 其实他们度过了一个历难, 而这个如来佛祖虽然给了他一个五字经, 但不是完全没有教给他, 他给他五字经的时候, 他有教他, 刚刚告诉他那些九九八十一难, 就是为了告诉你, 这些, 你等到感化众生, 你就要, 你等到感化众生, 这些可以带给你, 这个过程, 他可以带给你, 可是就是要你不忘出荣, 你在过程的时候, 你也不可以忘记你要普入众生, 也不可以因为想要取得真经, 而取真经, 你要记得这个, 去感化大众的这个精神, 接着对方开展的一个, 就是告诉我们说, 今天资源有限, 今天我有一个饭头, 我更爱我弟弟, 所以我就会把饭头给我弟弟, 不给我妹妹, 而今天, 我们这个过程和结果, 他们是不是有限的呢? 过程是不是, 其实, 九九八十一难过后, 他们就没有地方可以去, 还是以后再无灾无难的呢? 我们不是这样说有限的, 所以今天, 把这个资源有限, 跟这个过程和结果哪里比较的话, 我方认为是非常不公平的, 再来对方过后, 再开出一个老师的例子, 今天, 其实我们当老师的过程是什么? 我们当老师的过程是, 我们去努力净丢, 我们得到老师的学位, 然后我当老师之后, 我做什么? 那个就是我当了老师之后的结果, 结果是我去教好我的学生, 我依然, 我不是去骂他们, 我不是去打他们, 我是用力去教好我的学生的时候, 这个就是我的结果, 所以我们更应该注重他。 谢谢。 一再正式结论, 每一轮印象票总结为, 正方一票, 反方两票, 反方暂时以两票与一票领先。 现在公布本场赛事最高得票的三位最佳变手候选人, 排名不分先后, 分别为正方二变, 反方三变, 以及反方四变。 再来有请民审进行公开讨论, 时间为15分钟, 有请。 我一个反对票, 所以我先讲。 可以。 其实大致上整场辩论下来, 我觉得我个人, 我过后再告诉你们我影像票的标准, 我先讲一下。 我觉得在正方开稿的时候, 其实提议有很多东西, 类似就我听到的就是可能取经的目的, 取经必须要达到, 可以解决的东西。 所以这一个结果很重要。 然后你们也有提到, 你注重结果的时候, 你会意识到你更有能力, 所以你应该当当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责任。 我觉得是主编搞放了这一个东西。 然后反方, 我个人觉得在提, 在层次立论的时候, 我觉得对于你们的架构和心比较凌乱, 然后不太听得到, 到底你们表达的重点是什么? 这是我个人觉得, 在那个部分上, 可能正方他比较有明确的主规点, 要告诉我这什么东西。 然后后来再打下去的时候呢, 正方有利很多东西, 也就是你们一直在纠缠的, 到底何者更重要。 然后类似就是提出, 可能你所谓的99811难,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过程, 如果你突然间用圆这样子跳过去, 那个不这样过程, 你们成立这样子的一些东西, 然后有一些点上里面也讲说, 注重过程不代表我们就不注重, 我们就不更注重结果, 那是这样子的一些论调。 其实我觉得正常听下来, 正方是有很多, 需要人, 需要人家去想, 然后去理解, 然后需要有很多东西交代的一个状况。 简言之, 如果今天反方很强烈的, 至于去打倒的时候, 其实很多东西, 你们需要花很长时间去成立, 或者是可能你们在立路过程是交代的比较含糊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你们需要再去加强强调清楚, 因为你们整场立路给人家的印象就是, 因为我非常注重这个结果的情况之下, 我会推述我自己一直在去做, 去追求这个东西。 所以你的过程在什么多都好, 在什么难都好, 因为我想着的是我要的那个结果, 所以造就了, 我因我们因西天取经, 应该要更注重结果。 所以在这个盘上, 我大概理解你们要讲什么, 在反方整个立路下来, 我觉得有很多东西, 他们去质疑只是不到点, 就比如说, 其实有很多副比你们留下来是很强的, 你们要怎么样去普度众生, 你们注重结果, 你们拿到经了后, 你们怎么样普度众生, 我就有一个问题丢出来, 其实真正在普度众生的时候, 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一直在感化人的时候, 难道这个不是更重要吗? 我觉得这东西就少了那个点, 我觉得很可惜, 再问下去, 如果今天我取经, 我在释迦摩尼佛那个大门面前, 我决定不要走进去拿那个井的时候, 难道我之前的那一堆过程, 就没有普度众生吗? 难道那些过程, 对你而言, 难道就没有你进去那个门, 拿到那个锡经这样重要吗? 我觉得你们就少了那一个点的情况之下, 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 然后整个过程辩论下来, 我觉得很多东西是可能在后期的三跟四遍, 你们才提出来, 就比如说, 为什么你们在打斗的, 你们那么的注重过程里, 你们告诉我更注重过程的那个, 对不起, 注重在结果的时候, 为什么过程你还有那么的有空, 去做那么的东西? 其实你们常是提很多, 比如说, 当你更注重过结果的时候, 你是应该要提升效率, 就可能今天杀妖精一次过砍完就算了, 不需要去跟他讲那么多的道理,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可是在整个过程, 理论当中, 我觉得对方的二三变很强, 他们成立很多, 很多, 很多, 很多很, 可能看起来很微不足道, 可是, 在那一个点上, 他会得到点, 得到彩的一些, 一些, 一些关, 让你们卡在那里不能过, 在这样子一些情况下, 那个分我就很难把它判给你们, 所以在整个理论上,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个人觉得正方是很多需要修, 是需要去修补, 反而在反方, 很容易, 不是很容易, 其实都不容易, 就某个程度上, 你可能需要设置更好的方法, 去把它打倒, 因为有很多东西你一问出来, 他基本上还讲不出东西, 比如说, 你拿到经, 其实五字天书, 你怎样感化, 你真正感化, 你所谓在前面取经, 非常重要的这个结果, 其实, 程序你是在这个过程, 你根本都没有看到, 的时候, 你告诉我, 你再多么注重结果, 都无补于事, 但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 没有很好地把那个东西放出来, 直到解变我才勉强听到一些, 哦, 这个是你们的核心, 很重要的核心,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下, 我, 比较喜欢反方的情况之下, 可是没有办法, 技术上, 我个, 这是我个人的影响表, 所以我去订阅这个, 谢谢。 嗯, 话先说在前头, 这样比较, 我看他现在不太高兴, 嗯, 没找到看, 有两个产品, 我比较喜欢比赛, 嗯, 先讲, 凡是这种经典, 然后, 我们里面, 截取一些, 进出来讨论比赛, 嗯, 它会设立一个问题, 各位对文革, 熟不熟悉, 没有错啦, 最后是拿到五字田书, 但是, 其实, 拿了五字田书, 然后, 罗汉就问他, 你确定他不会看吗? 我有让他说。。。 我忘了是, 你确定他不会看吗? 也是说, 他们其实只有八十男, 一小那一 стран。 其实没有倾程。 我, 我打算用这个, 我的认知是这样, 我看我都适得湛本, 我就, 就是说. 一开始, 把它是拿五字真详, 然后, 然后就派一个人去把一只怪手 把那个井点翻掉 掉在地上 一打开看 哇 全部是物真经 然后四个人就愤怒得不得了 就疯神物 再赶回去 然后臭罵佛祖的读 然后佛祖说 你们这不是宝的 我再给你有字的经书 才讲 大乘里面拿多少 小乘里面拿多少不 他们才把这有字的经文拿回去 然后那个巴士应该是他们觉得不够圆满 再补上去 所谓 你们今天讲的五字 他们最后拿到的是五字 我要讲的是他们有哪有五字 但最后拿的是有字 我的认知是这样 就大书 我大悬念的版本应该应该 我都要讲的是说 大家对这个经典的不够熟悉 然后就讨论出一些有所谓纠结的一些肢结上面 但是我觉得这场比赛看到我最要命的地方是 我不晓得双方在讨论什么东西 我回顾一下双方是讲理论 正方他一开始他就已经是二元切了 更注重结果就是经书非难不可 然后更注重过程就是注重自我的修行 一开始他讲这句话我们就知道要玩什么了 他就是要玩 一个是修行 一个是要拿到经书 然后过来他就跟你讲 所以他其实虽然有两个点 其实那两个点它混杂起来其实是两个东西 一个是你如果你更注重那个结果的话 你心态就有执念 有执念就万能了 他只怕讲有个心态上是这样 他就会一定得到结果 就是这种心态决定论论 听一听就明白很清楚 另外一种 然后我讲的是 虽然这个论证很简单出报 但他至少还是讨论一种心态 能不能够影响到你的行为或影响到你的决定 他还是有一点点靠谱的 但是他第二个点 他第二个讲法就是说 结果是大家的破例 过程是自己的破例 这个就不是心态了 这个就是讨论过程跟结果 各位懂我的分析吗 我觉得今天刷正方他好像从道理那样打很多 他丢了很多树 这东西你不能这样子挑一顿真 你不能这样子 丢很多辩论的树 但是你把这里全部清完 其实就是这两个东西 一个是心态会决定你的成功纪律 大家是这样子吧 心态正了 心态摆正了你就一定贏了 你就一定会什么了 就好像我们万事 世上古文诞是指派有新的 讲完了一句话吧 另外就是讲这种 自我修行跟普渡众 一个是自我得利 大我得小我的区分 OK 讲白了就这两个东西罢了 反方 反方 你们的问题是在于 你们一开始你们讲的那个标准 是很含糊的 你们讲更有人生价值 然后我不明白 因为他跟他们 你们只讲更有价值 我不晓得那价值是对读者 我有价值的 还是对那去取经那四个人的人生有价值 乃至于说到很多环节 我听到很郁闷是 有些点上面 有些交锋上面 你们得真了 你们抢 你们很早很早就抢到 你们要抢到东西 比如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你们尝试去比较说 比较说 你们搞的一开始就讲了 你们第二个论点里面 你们重点在第二个论点 文学成就上来讲 你们先讲 你们讲两种讲法 一种讲法是 如果真是注重结果的话 我一个跟斗云就飞去西天了 这个马上给对方打一道 那不公平比较 我觉得你们这个是 这个是一些修持 不过我觉得 真正的重点在后面 如果真的是要以结果为主的话 那我路上有很多事情 我不用这么完满的 我大可以撒掉那些麻烦的国王 那妖怪打他的话就可以了 其实我觉得 有时候是打不赢那妖怪 不是不要打他 我认识很多妖怪是 你跑回去找回他老板 这妖怪什么都从天上掉下来的 然后找回他老板去抓回来 我认识很多的 那个心态比较是对的 但是问题就占于说 你会发现 你们这样的打过去 对方没有反应 没有给你们反应 然后呢 我听起来我很郁闷是 到底这个事情得证后 有没有论上你的一场 因为你没 然后 他对谁的人生疑 你没有办法讲完整你的论证 论证线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OK 所以一开始 大概是 大概是 反方三变站起来之前 深论之前 之前部分 就基本是卡在很多 我不明白 为什么要讨论的地方 比如说 资源是不是有限啊 是不是要更注重啊 我觉得那些 一些不必要的站场 但一旦反方三变起来 他这个东西就出来了 但问题在于说 你强劲事情过后 我很郁闷啊 我不晓得到底 也不要判你得证啊 因为你已经 证诚了这个内容 但这个内容 怎样连接到你的立场呢 这是我觉得 让我很讨厌 那些反正就是正常 其实过去 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都已经发生完了 OK 为什么我会看给你们 OK 是因为 在这么混乱 大家都没有办法 一锤定的情况之下 我只好做选择 OK 这个是比较新边的题 讨论是一种心态 OK 这边也没有 谈心态的地方 有 你们谈的是什么 你们谈的是心态 可以决定一种事情 这边也没有指引这点 有心态就会成功吗 弱弱的有指引到 但重点是他的那个点 该好是冲这个东西来的 比较心态 更注重结果 更注重 更注重过程 会导致出不同的状况 我接受到这个内容 如果我接受到这个内容的话 我会怕他们赢 但我还是要讲的照比 在它 它是一个 有一点交锋 我觉得是 我当然硬硬要去分的话 我可以判这个交锋 给谁 但我觉得那些交锋 很多 它都是非常直接 没有办法创成整个立场 创成立场 然后呢 到解变的时候 我是觉得反而反而解变 梳理到底 它大体出了一些东西 出了一些 一些业务事业的战场出来 所以我还 我的印象 他要是弱弱的判点 反方语 大体是如此 我觉得反方间 的谈论比较合体 然后正方 他们 正方你们的两个东西 一个东西我觉得它 不太符合 这边体的要求 然后你们也没有 正程它是符合边体的要求 然后呢 另外一个 你们没有比较到 然后呢 对方有成功之一 有削弱一点点 比较模糊了 所以我会弱弱的判点 然后反方 然后我会 我会再 我会再考虑 要不要分票 然后呢 然后 我的分数票 我是不知道去哪里 所以 抱歉 我讲话不要止 OK 来 那我 讲完 如果是注重结果 现在2比1 如果注重过程的话 第一个过程是 投别而已 而且蛮肯定的 第二个过程 落落头给绑方 那我第三个过程呢 我是蛮肯定会绑方的 三个过程都不一样 OK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关三个部分说 第一个说 为什么如何判 第二我觉得 双方什么缺失 第三个我觉得 就带给大家一些建议吧 OK 第二部分 我怎么判 我怎么判 要注意一点 你们自己开出来的 我觉得很合心 然后我正常下来贯穿 我听到的两个 第一个 读重生 第二个 更有让我动能力 OK 然后 你们有没有觉得 你们这两个点 只有对方稍微去抢过去 至少我跟你在一个 最合心的点上 打个平 或者是我稍微的扯 扯到你 而且你蛮成润 他第一个就会说 你普通众生 过程中 我也是普通众生 但结果普通众生 过程中也是普通众生 那你的普通众生的重要性 和更应该注重的 那个意味 怎么说呢 所以第一个 感觉上有点沉不过去了 那你用第二个来 心态上来的 所以我们更注重的方式体现出来 就是心态上我会更积极 对方更买挑战 心态上我注重过程 我不可以 我不可以有心态上的积极吗 你一种会打球 一大堆就来了 所以你连第二个点 也感觉像被扯过去了 那第三个点怎么办 第三个点 你更应注重结果的时候 我听不到我第三层 或者第三个点 可以站住的 所以我就 反正你跟他们绑帮 而至于绑帮 这是我的第一个部分 我如何判 你们很多时候 就一直在讨论 讨论你们自己本身 要说的 普通众生 跟有动力的 然后对方 关于学色成长 和现实生活当中 对方第二个点的部分 我觉得你们的攻击 那边是 没有怎样赤刀进去的 因为你只是说 你自身修为 你的是自身修为 你的过程 一切都是自身修为 可是过了 就承认他 你自身修为的同时 你又有普通众生了 我就 那时候就 奇怪了 你怎么可以让他 普通众生 你苏目光普通什么 哪个妖怪啊 你好像每个都是沙发的吗 你就用你所谓的过程 普通众生是谁 只有那一个唐僧而已 你怎么可以让他 而且明确在自由 变成在你当中 你会说 好 双方都可以 那我们看心态上 我就 很危险耶 就是这种环节上 你们没有很好的 在对方的论点上 去进行集中的攻击 而听对方的论点 的问题在哪里 第一部分 我不会怕 第二部分 双方都有缺失 而且缺失都很危险 很容易被扭转过来 你们这里有点 你们 你们听对方的话 对方的最后结果 就站在你正方 你要扭转你的局势 其实真的是 多一两句话而已 对方说的 那个更注重结果 就是对方 在对方的口中 结果是什么 他们已经甚至 把《无字真经》 那本书 你们最后的结果 他就说 都没有结果了 你们只拿到一本公文书而已 那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哪一本 那结果就是 直接套他的话 拉回进去 讲话 结果就是 我用我过去过程当中 得到的经验 经验已经是我的结果 回去普通众生 你在过程当中 你见到谁 你赶快一个人 我是得到我过去所有的经验 然后我宣布给整个大行 何者的普通众生 广泛性啊 什么什么 那些字眼开始堆积 以显示 你们更应该注重的是 扩充得到的经验的那个传播 这就是我想要听到的一个象征 那么你们就等于 在开自己的图片 没有办法 因为你们一直 突然间把你的结果 从开始 你们慢慢就扁低 到最后越扁越低 越扁越低 扁到去 你的结果竟然是 《无字真经》 《无字》 你两个一本公书 而且你甚至还讲说 你两个人说什么 我看不明白 然后你接下来说 那么结果就是 我的 那么我就是 用我的经验去教导啊 那就变成他们口中的结果 这些语言上 你说出来的话 很容易被对方 自民抓到 转过来往的 你们没有什么做 他们也没有发现到 当然他们有提 我们只能够行真相 过后比喻 缺失上 这样子告诉大家 所以可惜 OK 而你们这里 你们这里很 我觉得 我不懂你们是策略上的用意 还是 在 就是 你们有没有想 我不懂你们是策略上的用意 就这么说 就这么说吧 OK 那个翻筋斗的例子 那根本不是你们的重点吧 对 如果这是你们策略的话 那么说你们有点可惜 你们中了圈套 因为你们听到 翻筋斗 立刻拿到真经 你们就用你们一切预设的想法打完出去 而忽略练掉 它 后面部分更重要的 就是过程当中 我们宁愿积深我的速度 我的效率 我的时间 和我们之间的默契和争执 一大堆没问题 积深 在这个村子宫之间的友情 师徒性 什么都可以积深 为了就是什么 普度重生 普度拿到亚冠 你们都会懂重生 所以他们过程当中 是简单 更重视的 你们后面这部分 没有听到 因为你们只听到前面那个 我可以一瞬间 取到真经 一 就是你们做了圈套 他们设立了圈套 二 就是你们缺失 你们自己做了一个 很容易被对方攻击的 如果对方这里攻击的 你们没有很好的法理 那可以是一个 你们很大的一个缺失 就变成你们真的是 有的没的在比较 所以很危险 所以你们要懂 你们做的时候 那句话本身 有没有可能会带来 很大的反应 如果很大的反应 那一你们预料 看到反应 我特地做个套 你们套进来 我套到你们 明显结果是套到你 如果不是那么用意的话 下次要注意 注意这种用字方面 在整体架构方面 我觉得你们这里是 我觉得是后面 到后面有点缓 到后面有点 有点担心 你们听不懂 给对方抓到 因为你们对结果的 那个定义不清晰 我宁愿你们真的知道结果 然后像被人讲的 其实你有带书去 就带你们八十多章 回去告诉世人 然后后面 都成活成仙 成活成仙之后 还到底有没有解救到 整个大堂 我们都不懂 但是结果 就是你把定义锁在 你有成功达到你的目标 带进去 而不是刻意去形容 你的这个结果 都不重要 我觉得那边是有点危险的 然后还有 今天你们编的 你们缺失在工作的时候 是体现在技术版面 今天你们编的是过程 你们上去两分钟自询 重要的是那个结果 你问到多少东西 还是过程 你可以让我知道有多厉害 应该是后续 可是上去的时候 你们只是不断的 很快速的 我要打到这个 我要打到这个 我要问这个 我要问这个 我完全不明白 你要问的东西 然后你们问的东西 也一直打不下去 没有在过程当中 你也完全不让我感受不到你的 谈问技巧 你的自询技巧多好 所以就可惜 结果没有 过程也让我看得不好 尤其是二三遍 尤其是在你们成稿和自由遍当中 说太快说太急 你们要说快要说急 不是问题 但是你们要有清晰 你们两个字要清晰 有时候 的时候 只能三个字 的时候 不是的时候 这个 这个 这样 这样 这么没有这样这个字的 其实 你们不要这么 自己关于这样的速度 以至于变成你们完全 没有达到我们要的效果 这个过程 你们就变成了 很多时候你们做到了 可是 就是因为你们打太快 是怎样 我们不是较不到那个阴谈 所以就很可惜在这里 OK 然后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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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说 大概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们要注意 很多时候 不要太过僵硬的 如果真的是听对方的话 你们要真的了解 让自己的东西 可以玩到多么的 就是你结果 那不是什么 然后也注意 当你的东西被对方 抢去了之后 你要怎样守住 之前你们要注意 OK 大概大家要将请问 谢谢 谢谢 谢谢